加兰 我没走 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 而且 会一直在 所以 擦干眼泪 小傻瓜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判决如下 被告人武安文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判处有期徒刑 真好啊 什么 这样握着你的手 真好 2022年 一月七日 听了无数次的一天 不过是这一天 我还在打官司 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这次你赢了 我也赢了 是我们一起赢 一起战赏了命运 嗯 每个记忆旁边 都能牵动我 如此惊心动我 陈居正 作为一个新闻人 你此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以前都是局外人 世间的报道者 但是这一次 我成为了被报道的主角 对我来说最大的感触就是 每当我手中握着这个话筒的时候 应该更客观公正 保持理性 做一个发生者 而不是附和者 你的发型怎么变了呀 我也不清楚 就是昨天晚上照了个镜子 全身啊 还挺好看 挺帅的 换个心情 哦 对了 谢谢你今天送给我的花 我们录个Vlog吧 好啊 来 好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佳岚和何正宇的Vlog 我们今天录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说一下 此时此刻最想对对方说的话 我们就说一下 陈佳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一场 你出手可及的梦 因你而生 穿过人海的汹涌我们 像时辰花柔着倾诉 我愿意嫁给我 怎么支出心动 你时光闪耀 温暖我眼眸 在世界尽头和你相拥 你时光疯 你时光出走 停留 我心痛 共度 黄昏 白昼 思念悬之欲空 你会听懂 登幻 你时光疯 我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我 如果我们买就 你还能究竟 我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我